Hello My Tiffany 925 Accessories 會不會升值? 是會的 假設它符合兩個條件 第一,它要是Vintage 第二,它要有些顏色 為什麼呢? 這個純粹有個人的觀察 它是Vintage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叫做Vintage 起碼三、四十年這麼久 或者二、三、四十年 因為現在是把標準定得很friendly 總之是你覺得很久了 就叫做Vintage 好像這個Toolbox 我想是20年 它是全新的狀態 好了,它全新的狀態有二十年這麼久 二十年前是什麼世界呢? 人口是少於今時今日很多 而多數人都沒什麼閒錢 尤其是買了一些不等花東西就更加少了 Tiffany會在這種市場 就是將她的產品的製造數量 控制是一個合理的數目 所以本身她已經不是做很多了 今時今日Tiffany的產品呢 是大量生產的 因為很多時候 現在的產品呢 她們都是看著中國市場 隨便有人買她一個產品 都動一下可能是以萬計的 很隨便 以一個這樣的人口的基數 你可以想像 現在的產品是很多的 無論你怎樣炒都不會升值 所以她第一個條件 就一定要Vintage 因為當時她根本就製造很少數目 很少數量的 第二,為什麼要有顏色呢? 就因為她的顏色就不是滴油的 現在便宜的產品全部是滴油的 那麼那些Pandora 或者那些Thomas Sabo 或者那些什麼 其他有顏色 那些Links of London有顏色的地方 我懷疑都是滴油來的 但是Tiffany是用enamel 即是用一些粉狀的髮囊 就撒在這個表面 她的坑好像泳池 她的粉狀都撒在這個坑裡 然後就拿去焗 高溫焗 那麼她就變成糖池了 糖池沒什麼的 你刮她是不怕的 用手指甲刮是不怕的 但是硬物狀 她是崩的 而且她是怕氧化的 所以如果你選擇 選一些深色一點的顏色 就算氧化了 你也看不出 我有一些白色糖池的 Tiffany的產品 它氧化起來變成黃色 即是 好像那些 好像橡牙色一樣 好了 如果現在我們看看 這個 這個 最貴是這個 它升到什麼樣子呢 在網上看到 這個 如果你今時今日要買 就是798元美金 即是6,000多元 哇 6,000多元買過這樣的東西 它裡面打開 它是可以放藥丸的 它本身是一個Pill Box 那它把它設計成一個 這種行李箱呢 是叫做 Doctor's Bag 那它們出診的時候呢 就方便去放那些廳筒 還有 帶一點點藥 那就是用這種 袋呢 就很經典的 那這個是全新的狀態 你看看多閃 那 然後呢 就看一下 它同一系列 這個也是可以開的 好像有一個Cali Bag 但是就沒有鎖匙圈 那它這個呢 也是貴的 這個要買呢 就是 598元 那這個呢 就是工藝 就簡單一點 這個就是這樣 一塊東西 可能可以開掛 都是很小的 這樣 這個就是450元美金 然後呢 就有這個 殘殘舊舊舊的 心形牌 的Tiffany Return to Tiffany 的鎖匙圈 那它現在 你要買呢 就值130元美金 它裡面的狀態 都是很殘舊的 好像我這個一樣 那我這個呢 就在日本的Yahoo買的 那當時我想是 四 四五百元 連稅 都升了整倍了 是不是 假設你買得出的話 然後呢 就是有這個 心形鎖匙了 它跟我一樣 我看了是Large 是一個5.7cm 就由頂到這個鎖匙的底 那這個呢 我沒有辦法找到很多資料 因為 其實在市面上很少 所以我想這個可能 都已經是很稀有了 那這個 只是一條鎖匙呢 都要賣1400元港幣 那如果連同這些 這些東西 那我想 都值1800元吧 那我當時應該是花了 都是幾百元的 買這個 我想 四 四五百元 那它這個鎖匙呢 其實 不說油志可 喔 真的 可能是 不知道為什麼 是 找不到的 那另外呢 最... 嘩 最難以置信呢 嗯 那這裡我都找到 其他的 新的產品 你看到是不太會升 這個是一個Ski Boots 因為我自己本身 就是 不懂Snowboarding 我只是會Ski的 所以我看到Ski Boots 就是零碎有感覺的 那它這麼大塊 都是買百多元的 如果不用寄很容易 在香港就有 我想我都會買的 那這個 都不太討好 外表是否有地球 然後有個飛機 那這個 究竟是什麼 不知道什麼時候做 但是看價錢 你就知道不值錢 是值一百三十美金 即一千元不用 接著有些蘋果 這些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會有人想買這個 給同樣價錢 為什麼不買 有一個 Return to Tiffany的Tag 那這個值一千元 這個是一個日本拍賣網站 那裡看到的 那用來比較一下 有些是 為什麼有些是不會升 首先 樣子不好 第二 比較新 應該是 新的 他們的產品製造 很多很多件 你怎樣都不會升 哇 這個厲害 這個 那這裏呢 就是 不是 就是港幣來的 2387 那差不多2400元 不是吧 2400元 真的要2400元 因為 它有顏色的 因為有顏色 經過這麼久的時間 考驗 它沒有意外 撞到它 弄壞 而且你看看 我這個的狀態 是很新正的 它這個 你隔著 屏幕 你都看到花光 殘了 是不是 它都值2400元 那這個 是不是更加值錢呢 那我買回來幾百元 這個是非常好的狀態 而當時我買這個 都不是因為很喜歡它 不過因為 哎 很多 樣東西買 還是 沙娘問我 你選了幾件 那我就想一下 勉為其難 你隨便 我買了幾件 那這個是其中一件 所以 所以 這些有顏色的 Tiffany的產品 可能會是 你投資的首選 那記住 所有 Tiffany的產品 你不要看到 Tiffany 就馬上衝去買 它就算 Tiffany也好 它銀色 不代表它是銀的 有時候 一些產品 它是 包銀的 它是電道了一層銀的 所以一定要有 925的Hornmark 你才買 如果不是 那樣東西 它不是一個貴金屬 我就不知道 它究竟會不會升值 除非你很喜歡 那樣東西 它又不貴 那 OK 你當然可以買 那希望你喜歡 這個影片的分享 請你給個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